这是我要出去啊 今天出来了 出来了现在到这个街上走一走 这个街下面是长桶路 对 长桶路 走到这个天桥 这是君楼里面的一个小过路 过道 对面这个君楼里面 原来这份是一些 就是那种老式的房子 青砖的一种 有的时候是 有的房子是民国的 就是那种青砖的 高楼大院的 这一片都是 都是那种高楼大院门口放湿湿那种 我小时候记忆 现在都得拆掉了 特别漂亮 就像四合院的那种 还有大院的 那三进三出的那种 头层厌 二层厌 三层厌 就看家户厌那种保镖 然后里面有凋梁画树 特别漂亮 现在全都拆药 和遗憾 这些古老的建筑都没有留存下来 现在我在通过这条路上一个大型的购物商场 它包括一些娱乐设施什么 就是商店儿童那些娱乐设施 还有青少年这种电玩游戏的什么这些 边上都是一些什么饭店 还有福利彩票什么的 合法的赌博是吧 体育彩票 有的人还合伙买这个体育彩票 就是一个 这个美容美发店 是原来一个老板开的 一个理发店老板开 看一个 他一直没买起房子 他那房子都是俗的 这个理发这个行业 做的不好真的不赚钱 这个没法够大 所以边上这些人看 这都是卖麻将机的 一条街 这就是除了几种比较几种的地方 还有这个卖帆布海绵 这个皮料什么的 他们也是按平方英尺算的 就是卖这些进口的什么皮料 也有国产的 当然平方英尺算的 咱们国家那还是不行 一般的都是进口的 普通的皮料是做皮鞋做皮衣的那种 还有做汽车内饰的 那么在超市 这社区 然后登记什么的 金融登记 金融登记 金融登记好像不是吧 摄像孩什么的 反正我去我忘了 这块以前非常繁忙 都是尾黄工附近 你看这皮料 这也是皮料一条街 常是主要的皮料都在这个地方 这不久都放假了 今天半年初一 因为是尾黄工附近 所以商业的原型是比较发达 现在差一些 或者说差的很 有一些古老的行业还是在这块比较留存 比如说皮具 皮料的行业 那就是当时消费的比较挺高的 就匹马安座什么的 可能是就是会 就是解放以前都是这些东西 那下面就是清真寺了 在我出生的时候 清真寺就是被所谓送药 所以它那个清真寺 我一直不知道在哪 但后来 开发以后吧 八几年以后才知道再有个清真寺 这边清真饭店也比较多 因为挨着清真寺 这边是草仑市 好像为数不多 几个清真寺 主要集中在这个地方 这地方就是属于回眠一条街 也有回眠区域 回族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这个荤仓喜事都在清真寺里办 这块主要是回眠一条街 然后皮具 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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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喜悦 这些楼 就是开个浴池 我看也发这个套票呢 也不好过 这个喜悦 发什么优惠券 什么套票充值 什么的 这周围 因为比较繁华 所以你看 什么K 什么造型 K美造型 这些 洗浴边上一般挨在这个理发店 比较赚钱的 大家洗完澡以后 都对自己形象审视一下 一般洗浴都有大镜子 看自己头型不好就出来理个头 洗澡理发 都是一条龙 你看这饭不批育吗 清人菜 汉土的馆子 就不是一半一半吧 最看不惯的就是 年节 年节 假日 然后放假 这些营业性的窗口 有什么放在呢 就是清人的收拾铺子 所谓的清人收拾铺子 也都是汉族的口味 但是它用的料 就是清人的材料 其实前程的基督教徒 基督教徒 不是 穆斯林教徒 他们都是用阿虹屠宰的 阿虹屠宰的 我曾经就是去清真寺买肉 因为清真寺比较正规 咱们说现在左边这个地方 它有个清真牛肉市场 我曾经看了一个从西北来的 他开拉面店 然后就去 他是买牛肉 他说这个牛肉是阿虹屋的 如果是阿虹屋的 他们饭店都要用 有些穆斯林教徒 还是比较虔诚的 这些店都是清真店 因为正对是清真寺 别人也不好意思 在这开一个汉族的店 什么 这个超市里就不是了 这个收工具 这是清真的 然后这个基督教徒 历史原来也是 反正都是清真 反正大门大户的 我估计 当时围满的时候 应该治理得非常好 因为这皇宫附近 涉及到国家形象 是吧 这些东西都拆起来 面目全匪 什么也说明不了什么 体现不了一个城市的文化 什么都体现不了 该有的原来的建筑 该有的原来的建筑 形成的商权 什么的 全都是没落了 前面那个摆的是阿斯旺饭店 这是回宫里比较大的一个 好像比较高档的一个清真饭店 就这个 阿斯旺 一个清真饭店 对 这个清真饭店 就这个 阿斯旺 回宫人 他跟汉州人 也不一样 他们不过村里 跟习俗不一样 就这一个热气扭 放一个鸡扭 这个是他的正美 这不赚完吗 这是他的正美 这头一次拍这个 用运动相机拍片 拍的真是不好 QQ汽车 当初的时候挺可爱的 现在好像挺差的 用别的品种还代替了 这些车 主要是国产的什么 武林的 红光的 实用的面貌车 大人出一 出为六五六的 这一点早上 也不少人出来走一走 都是这些车 一般日系车 堵还有国产车 马斯达 这是我们地产的车 马斯达 还有大众 这都是地产的车 这都是地产的车 这是清晨寺的小广场 这边是一个充电站 我还不知道 这有个充电站 我没有电动车 有十几个吧 这个做充电器 这都是电动车 你看在这里充电 我们边上那个人说话 我说 我说充电的充多少钱呢 他说我就补一补 我才知道这有个充电站 我没有电动车 我不太注意这动 电动车 这是什么理想 电动车以后真的要顶替燃油车 是吧 现在这个周围吧 就是这个 这是一块县 现在周围 就是一个古老的建筑 就是一个清晨寺了 这别的全都拆掉了 你就没有什么文化可言了 其实我小时候挺喜欢那种古老的草造的 等我去看的时候 这块我以前来过 这小时候自己瞎走 去玩 几岁的时候 可是夏利物的瞎走的时候 全都是这个清砖房 我特别怀念那种斑驳的 吊的那些漆 那些门吊的漆 和那些古老的石石子 然后小孩坐在那个台阶上 那个台阶都是石头台阶 就是特别的让人怀旧 也是一种传统的文化 东北这些地方全来原来全都是从官里来的 所以说他都是这个山东的那边河北的人比较多 比如说我老家是河北的 然后生寨大院的也挺讲究的 这是新天地购物公园 它底下这一层门市 中东集团开发了当地一个企业 然后底下门市卖着这个 健身俱乐部 或者是 一些商家什么的 上面就是住宅的 这个 我没进去过二层了 好多年了我都没进去过 这原来就住了很多的回民 就是回民现在挪到那边去住的 离他不远 就是有个回民区 居民区 整个都是回民 政府统一二日的 对 对 这是新天地购物公园 这个城市 一个比较大的 就是有一些 儿童娱乐设施的 正是因为有了儿童娱乐设施呢 所以才有一些人气 不然的话 他只是卖一些 这个服装什么的 还有电器啊 这些已经不能足够吸引人了 底下好多的底商也好什么 商货什么的 还是麻将机 这边 比较多 那边都是麻将机 他是一层 是卖 一层是卖什么东西呢 汽车 有服饰品牌 有手机 专卖店 有这么麻将机吗 这全是麻将机 还卖海参呢 还有一些美容店 他一楼 二楼 二楼和三楼都是服装吧 但三楼有一个儿童 那个碰碰车什么的 那些区域 还有儿童游轮 四楼都是游乐设施 完了三楼他有一个 就是人工的那个 在里面有一个就是 那个人工的 室内的一个水道吧 我上面可以划船 也不是划船 不是划船 它是电动的船 脚踏的船 所以我现在进去 还有几门梁子在这 偷窃的 它所谓一种贴的提示 我大概走一走 美度 这是卖表的 他家卖美度表 还有别的表什么的 现在这实体店没什么意思 谁在这买东西 没什么意思 价挺高的 T-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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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oul表 这里卖表边卖化妆品 有自成堂什么的 一些世界名牌 还有一些小的品牌 有自成堂的子品牌 卖一些服装什么的 都不怎么知名的了 卖那个 破华为手机 原来我记得还挺破车的 卖华为的电动车 这是小米装卖店 这里面秀的挺漂亮的 周围有一些老头老太太 东西旁边里溜的 室内公园卖的 室内公园卖的 室内公园那个意思 四楼的广告 吃酸菜鱼上去 说爱迪达斯专卖店 吃酸菜鱼上去 吃酸菜一个广告 都布到这里了 有一些 这叫无银良品吧 商业范围也行 这卡丘表装卖店 我有一次 小米装买一个 卡丘大泥网来 刚才没买 都网上还是便宜 那肥乐装卖店 又一顾装卖店 又一顾装卖店 跟他装潢上的挺好 长城这地方消费还是偏低 阿里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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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大正厅吧 这块都是一些卖饰品 在这滚梯下去 地下一层 是一个美食街 卖一些熟食 还有小吃什么 还有一个美食城 底下卖各种小吃什么的 尽量别让这里吃东西来 这里都没什么好 而且绝对不卫生 这是肯定的 因为它能管 统一刷什么的 很难保证卫生程度 这边是一些饭店 这是饮品店 打开走一下 如果你想看的话 你就慢放 从慢放的方法看 我走得太急了 没有目的 就是走一下 走马观花看一看 装潢什么摄氏 瞅着还行 是吧 卖鱼的转卖店 还有那个西家的下人水饺 边是蛋糕店 左边 蛋糕店 这是烤肉拌饭什么的 韩式的 这里年轻人也不少 来玩 在这里吃什么 这饭店也是经常洗牌 经常换 砂锅铺 葱花饼 砂锅铺 这样的食品 一般都是中两年人吃 葱花饼什么 周铺什么 酸菜 这些东西都是中两年人吃 青少年的东西赚钱 这韩式的那种 破东西 什么 熟姜汤 烤肉拌饭的 就这些东西好卖 然后价格也能高 利润也能高一些 它里费用也不小 应该是 这老汉春饼 这是潮汉市的老字号 他家香肠 做那个香肠卖也挺好 哈尔滨俄式的红肠卖也挺好 他常常说非常有名 也卖一些什么酱肉卤肉 什么卤菜也有一些 但是他不全 平准不全 别的味道我也吃 特别一般 就他家香肠 是不是一可信来的 这是他家 这老常常香肠 这是一双红衣服 这是八人毛 这卖一些卤菜的一些东西 这也是他底下一层一条街 那边是夹不夹不 这卖素柳的 素柳装卖店 老人鞋 北京没人做面食 做面食是非常赚钱 我知道 利润换几位 是一个超市 也是 哭了一帮人 送了很多口袋 现在做的不好 椰子 那卖电子烟 柚子 柚子 腌 现在都网上买东西 我就很纳闷 你就这些厂商是怎么活的 比如这家伙撤了 就付权 保权什么 这些都是中老年的东西 这中老年人不会上网 很多人不会上网 上网可能就在实体店买一些东西 所以 这些实体店靠着中老年人活着 很多人真的不会上网 谁能随性购买或特意购买也不可能 是吧 一般人都理性消费 钱不太好赚 来查遍 今天赚的不全 这就是美之城的钱吧 他挺大面积的 什么馄饨的 手工瞎滑 羊腿 面条什么的 这就是美之城的钱吧 他挺大面积的 他挺大面积的 什么馄饨的 手工瞎滑 羊腿 面条什么的 原来这边有一个贴板烧 边 贴板烧好像黄了 黄存半饭 这是滚踢 现在我还会走了 一楼二楼三楼四楼 转一转 那天我拍一个视频 然后给弄丢了 这就是正门了 别人卖些什么化妆品什么的 这就是正门 大厅下去是美之城 然后再代表我身后的滚踢 就会上一二三四楼了 现在够够够了 还是有人来消费 要不然他们也撑不起这么大的费用 这个水钱垫钱的 店铺租金也不少钱 装潢一些还是不错的 然后在我右手边 那边是肯德基 我没照下来 这边是西华克咖啡店 我还有检测 这出口 这视频排真是不好 慢慢积累成样了 走往后看一下 我还是不太懂 不熟悉 我出正门 这是快速路吗 快速路确实方便不少 现在我在往哪边走 现在我在往哪边走 这是Starbucks Coffee 行吧 开咖啡店 大部分买卖初一都没开 我看一看 这个胡乱拆迁 就是把当地的文化都弄没了 很多原来这些老店什么的都拆完以后都不存在了 然后一些运动啊 搞一些什么政治运动什么的 就是很多人都离开这个地方了 很多文化失传了 就是一些老的生意啊 老的行业都没有了 没有传承下来 所以成熟人不是一个有文化的城市 起码他没有一个机店啊 没有沉下来一些什么东西 什么老四号啊 什么百年的 就是没有啊 几十年的都没有 都是外来这些东西 没有什么信用 首先别说吃饺子 你想不起几家来 这真是卖饺子 饺子做的好的地方啊 不一定有多好啊 就是有没有老味道 就是 对国旗的一种怀念吧 这条是老街 前面顶上这 走的不全 今天我走的不全 这就是 快速路了 我在这等路了 那边上有一些店 还是有一些店铺子 但没有老四号 这个不好 都是新店 三年二年 一年半年就没有了 经营理念不行 也不是永续的做店啊 做一个永续经营的生意 不是那样的 要口碑呀什么的 不是那样 捞一票就走 现在人做生意就这样 得骗人就骗人 咱蒙住算 那蒙住客 蒙点钱 就原来你的早夜什么的 好想你早夜吧 我记得 在这有个专门店 他开 他实力挺雄厚 开好几年 也黄了 这路灯 路灯上外监控 这个我左手边 这个没有牌匾的地方 这原来是交通也好 也开了十多年 后来也搬走了 这里还有底下 也停着车 有一段好像有精神病 警察给我打电话 交通警 说赶紧把车开走 什么的 这里敲底下也不让放车了 什么的 说一个废话 敲底下有什么不让放车的 好像什么检查什么的 领导检查 领导检查 然后又做一些假象给别人看 折它人吧 对 这原来就折它也好 然后搬走了 可能微信弄的吧 他也存不到什么钱 就算了 街道还行 挺整洁的 好 好